下一套就是中國騰訊動畫 特別一點的作品 始終不是日本本土 這樣說的這套作品 通常我不是很介意 就是產地是面的 就是這些都是寫得好就可以了 我會看一看 我會看一看 不是日本本土 是中國的合作作品 原作是中國的 有興趣去接觸一下 我們日本以外的作品 至少名字吸引到 時空囚徒 究竟是什麼呢 但是看了三集之後 其實現在給我的感覺 暫時還是給了一個 好像很堆砌的作品 將很多現時社會中 一些很流行的創作元素 組成在一起 變成一套作品 而這些元素 其實很多時候 很意識難尋 無論是電影 和動畫 我都經常已經知道 所以我看每一集 其實我也有很重的記事感 你會知道 那些很熟悉 好像那些動畫 電影 其實第一集 一開始就說 這個世界 因為某間製藥公司 黑心製藥公司 你可以說 人種就不知道 最主要是人形生物 但他們也是人 唯獨有一個雜性 就是說他很肆血 應該說他們突然之間 會需要吸血 吸血衝動 其實是吸血鬼的設定 其實是一種 理所當然地 其實這一類型的作品 就是當有出現一些 在現實社會出現一些 新的種族 很差的種族 無論亞人也好 黑色子彈也好 這類型 那些人就會開始恐懼 恐慌 尤其是正常會開始恐懼 為出現打壓這些群眾 人類才是世界的王者 你還要知道 他那種雜性 是對人類有害 就是嗜血那種雜性 如果你說其他東西 原來那種發病 是會中二病的 那我沒有妨礙他 隨便你去吧 有人接受不了 一開始他的故事 他這樣的質感開始 其實我一開始說 那些類似黑色子彈 亞人 知而處理 是不是這一類型的劇情 但到了第二集 他就搖身一變 完全變了樣子 完全不是說那樣子 第二集就是什麼 二、三集應該這樣說 變成什麼 大屠殺 和驚爆遊戲 你看到頸圈也是 甚至是殺戮到士 頸圈也會自爆 又會倒數 又會在一個不知道什麼的空間裏 給你炸武器 互相殘殺 這些這樣的橋段 其實你真是耳熟能長 都是日本現在 我之前稱為網路小說 就是突然間開場遊戲 然後就把那些人集合在一起 其實現在整套時空囚 滿滿地就是把這些元素 即使你剛才說過 我說一些電影 好像移動迷宮 其實都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即使我現在看出來 我未看到這套東西 它自己本身的獨特性 想走什麼套路 甚至就是 去到第三集 甚至演變了什麼 這套根本是在包裝 重點是你究竟想說 人與嗜血種之間的關係 或是矛盾 或是局面 如何解決 或是 究竟是 求生形式 我要保住我的命 其他人死無所謂 很純粹的求生會是一種 但他取材裏面 這麼多多元的主題 其實很多藝人作品 都是對社會現象的控訴 但現在我暫時看不到社會現象的控訴 因為除了主角群以外 我們看到所有死刑犯 全部都是死有預估 那正常 如果不是 為何會被判死刑 我也是說 甚至迷家 我看這套狀況 我知道這群一時之選 他們是為了逃避社會上 他們遇到一些困難 但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或是不能夠獨力解決 不去面對 逃避 而選擇逃避的方式 我知道就是 他們說了社會的這群人 然後最後 我正面面對 我解脫了 我終於發現了我的問題 但我始終都要面對 我才可以投入社會 但這套是甚麼呢 我現在找不到質重點 即使他們想說的現象 是甚麼現象 我都不清楚 會否是事悅總 尋求在人類社會 繼續生存的方法 或是怎樣 但又不知 又不知 因為其實他也說到 捉他們來這群 好像是一個政府組織裏面 不知甚麼SD 因為他說過 事悅總和人類 兩個族群 其實已經戰爭過了 最終是人類獲勝 即是事悅總 如果你驗到你是事悅總 你就要戴那個頸圈 所以現在我看下去的故事 甚至覺得我寧願 他純粹是一套逃生片 但他又做不到這件事的原因 是甚麼呢 因為所有畫面都被和諧殺 很重點就是 譬如說你見到怪物走出來 殺人 殺人的時候 畫面是怎樣 前面有一班人很驚慌 但那些人是在畫面前面 後面那些人就在噴血 要是甚麼呢 通常很典型 就是有一個易打撈 然後被怪物吃了 然後立即望上天翻 然後有一個人大喊 是很多這些畫面 我覺得是咳了 如果作為一套逃生作品 你這樣就不是 因為這類型的動感 那種衝擊 對我們的觀能刺激 是很重要的 那些才是重點 你咳了那些我看甚麼 然後就是 人類正常說 這班人對著那堆怪物 那種的無力 就是甚麼呢 我經常見到那個畫面 有一個人或者有數個人 拿著一支槍 然後第二個畫面就是 就立即拍著 然後就有很多廉價的效果 沒事 然後就看著天翻版 喊喊喊 然後又死了 但這個套路 他不是重複一次 最重要是不斷重複 不斷重複 由第三集開始 那個畫面 我不下看了 起碼是全相 都是一群人用槍 射完之後 然後就喊 唯一好少少的就是 其中一個角色 黎珊 黎琪 黎珊這個角色 他不用槍 他用刀 他用刀 比少少就是角 但其實角色畫面 是甚麼呢 刀 砍到去 不好意思 我看不到刀 是個人衝過 好像劍影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有一種就是 好像日本典型 性光畫面 突然有個公仔 拿著東西 因為你會知道 你把觀眾放在一起 你會讓觀眾有這種感覺 我明白 可能是中國對這類型的限制 但很顯然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不要用這套 限制 其實你看動畫第一集 很明顯發覺 他的畫 或者物件 和人物的比例 我第一集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樣說 這套作品 如果大家 嘗試 是甚麼 角色動作的鏡頭 你嘗試停幾格 你會看到 是大量崩的畫 不是那些格數 精數不夠 應該說 不是精數 精數不夠 最主要是角色會跳 會跳的 五連觀 總之在五觀位置 可能有點錯 總之看第一集的動畫 我就覺得這套動畫 是有點有亂 或者這樣說 動畫固然 劇情也都有 暫時我看出來 其實我看不出 想寫些甚麼 只不過是甚麼 我能夠接受的原因 我暫時還能夠看下去 原因 是做起這套 我非百倍速都不要緊 因為我永遠明白 但究竟他套路後做了些甚麼 因為你錯了幾個畫面 都沒甚麼所謂 你都知道他在說甚麼 然後他有些 是混合得太多的主題 就是 好像剛才我們這樣說 一開始後 可能是亞人 然後就變成大屠殺 變成其他生存遊戲的橋段 然後第三集 現在有超能力 第三集就變成Parser 然後就 還要一些血腫有超能力 最解釋的是甚麼 入到辦公室 看到當然有張Mac 他就說 他想怎樣 你 逃生 不給甚麼 你怎樣逃生 要生存 又有子彈說 草藥呢 我要紅色草藥和黃色草藥 黃色草藥沒有用的 現在要甚麼 色藥劑才有用的 所以 草藥太弱了 看到感覺 他整套東西 現在我看不出特色 現在是 甚麼都有些 但甚麼都做不到 和融合園的主線故事也寫得不清楚 沒有他自己獨特的架構 其實我現在 純粹我們以往之前所說的一些輕小說作品 那類型就是甚麼 你明白的 我明白嗎 我做得這個設定 你明白我大概的刮角是甚麼 而不思道去營造 那個氣氛和解釋 這件事我覺得 尤其今季有個很高深的經驗 就是你飄落武士那種是甚麼 他怎樣去營造武士 你知道甚麼叫武士 別這樣說 你知道甚麼叫武士 我知道甚麼叫武士 你知道武士是多麼狠 你不會這樣 你是靠角色去演繹那種狠勁 作為一個武士 行動的基準 還有個性 不可以說是武士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是甚麼 當你到時 你再實正去說這件事 很有衝擊力 因為你知道 他演繹出來 究竟是甚麼的東西 因為你不可以試圖 因為每個人 就算我們坐在這 我們兩個主持 我們對所謂吸血 吸血鬼 吸血腫的東西 我們試圖 我們每個人的認知 都有少少少的不同 你可能覺得 我覺得吸血鬼是甚麼 是女兒 然後很爽 我只是假設 可能夜人者覺得吸血鬼 就是德古拉伯爵的東西 你不同 大家的定義不同 你要為你作品的定義 有個定位 放針針 讓我們知道 你想說的是哪一類型的東西 你不要以為我知道 我們是不會知道的 還有這件事很重要 你的角色設定 你設定得不好的時候 你後面劇情 你幾衝擊都好 會打到折扣 對 因為變成有時候 我經常會說 你輸了就算 你贏硬的 你不說你當然是贏的 你不說 你說甚麼都可以 我不會以為你輸 甚至我跟朋友說 你跟我說 他們現在每個人的袋 是異空間袋 其實他們都可以 是巴克薩 有甚麼問題 他們的袋是 有狙擊槍 又有手槍 又有手桌 又有手榴彈 又有 甚至乎你綁上炸彈 幾噸重的炸彈 你不是一個袋 你甚至你覺得 尤其是 剛開始黎先生 他那把這樣的長刀 為甚麼都會 自己帶進去 傻的 所以說 那個是可以用的袋 有些事不是說 你不去解釋 因為你不解釋的話 你就會很虛浮 那些東西 就不會到位 除非那件事是甚麼 是一些很浪費 不是你主題的東西 但現在他太多主題性的東西 他還沒有去做解釋 你不解釋的時候 你就會給了那個空間 給了觀眾那邊 觀眾就自行解釋 你自行解釋到後面 劇情有發佈的時候 跟我那個觀念上不同的時候 你那個劇情就會拖來帶水 是的 暫時現在都說 未知道究竟故事 究竟質向 其實他想做些甚麼 這個我想到原分的時候 看看他想說些甚麼 但最剩下一點 麻煩你再合一個題目 時空囚囑 你最少給我 你讓我看到 你是跟這個題目有關 麻煩你 其實第三題 有說的 有說過少許時間的東西 但囚囑後面 應該是現在合了 他們本身是一班囚犯 他們本身是一班囚犯 是的 那前面的話 請多多努力 好了 那我們這套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但是這套介紹到這裡 我妻要考慮